非常宝贵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把下面的这个时间就交给 陈光复执事我们的Grace姐妹 跟我们分享关系导向的小组 非常精彩交给她 好 那这一张呢是讲关系导向的小组 小组是如何去实际的运作 那这个小组呢是在一个教会的架构 它就是一个架构 可是它是在一个关系导向的环境里 那它的目标呢就是要生养众多的门徒 所以小组呢就是要为 这个耶稣呢得着灵魂一次一个的 那这个新的信徒呢 我们又要牧养 让他成为门徒 所以就是目的就是要生养众多的门徒 那也是在爱里 主耶稣跟我们说 要爱神爱人 真的是要用很多的爱来推动 也是有谦卑的心 很多的恩典 那当然是在真理的里面 下一张 那这本书呢有一个作者是 Pastor Jim Putnam 那他是这个Real Life Ministry 爱里头的主任牧师 那他们教会呢有一些见证 就是他们生养众多门徒 他们主日崇拜大概有七千到八千人 那他那个city呢有三万人 所以大概是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在他们的教会 他们教会的会员 他的一个小组呢 帮忙一个家庭 住了一个活动的房屋 那这个家庭呢 他的丈夫后来也加入了小组 也去了这个戒毒的中心 那另外一个家庭小组呢 他就是为一个年轻的夫妻种了一棵树 那这个树呢 是来纪念他们失去的一个婴儿 那还有一个家庭小组呢 他们帮助这个社区街友 那应该是Homeless的事工提供食物 所以他们这个小 这个教会是个很有爱心 真的是充满爱心的教会 下一张 那他们牧养呢 当然不是光是牧者小组长 主席来牧养 他们是互相牧养 那目的呢 也是牧养更多的牧养人 这样子他们才可以生养众多的门徒 那再一次是在爱 谦卑恩典真理里 好下一张 那他们教导呢 他们是鼓励要使用这个圣经故事的方法来激发讨论 那这个网站不是在书里 但是我去查了一下 他有比较仔细的detail 那刚才牧师也提醒 我们不要讲方法 我们是讲principle 那这个首先呢 他是从注意记忆里来讲这个圣经的故事 然后讲之中呢 请这个成员呢 注意他们的感动 对这个圣经故事有什么感动 读完这个圣经故事之后呢 那这个小组呢 就重新来建造这个故事 接下来呢 让这些成员呢 拿出圣经来啊 必大声的朗读经文啊 我觉得是很像我们成岛一样啊 然后开始讨论和应用啊 那这个对我自己来讲 我是一个比较hand on的人啊 我在那个lab呢 我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 可是我坐在那里听lecture 我觉得我没有很大的得着啊 所以这个就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啊 都可以hand on 然后能够学到啊 下一张 他们也是用真实啊 坦诚和彼此督促啊 那也是啊 爱心啊 来推动的啊 那啊 也是建议每一个人都当一个 倾听者啊 多听啊 不要马上解决问题啊 那也是要有一个温柔和同理心啊 那每个人都要当祷告的人啊 也是引导人到神的话语里啊 那他们分享呢 分享以后呢 要有一个计划 要向前走 要成长啊 所以对我们的提醒 对我自己的提醒 是分享不是光分享啊 要分享中要 要成长啊 那他们也有一些见证呢 就是啊 上帝呢 是使用普通的人啊 那他们教会的会友呢 就变成像个一家人啊 无论如何呢 都解决问题 和彼此相爱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都会有conflict 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一家人呢 就是啊 永远是一家人啊 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啊 解决问题 然后走下去 还是彼此相爱 好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都要在这个 关系倒下的小组里啊 来继续往前走啊 继续生养众多的门徒 好 下一章 好 那我用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小组啊 我们 我们的目标呢 其实就是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再来带领一个小组啊 所以我们对我们每个人员都说 你们不是光在这里啊 听啊 坐在这里啊 每个人啊 以后都是我们的 expectation 都要带一个小组啊 那每个人都受到鼓励 都有机会来服侍 也是彼此来牧养啊 那传福音当然就是经常提醒啊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啊 出去啊 传福音啊 生养门徒 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呢 也是经常保持联络啊 啊 不是光啊 聚会的时候啊 我们在 啊 weekday也有联络 那我们有些人回去台湾或回去大陆的弟兄姐妹呢 我们就用wechat用line用zoom还是继续跟他们保持联络继续一起聚会 下一张 那这是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呢 我们是分享主日信息啊 所以我们的材料都是牧师提供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教导的恩赐啊 就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来分享这个主日信息 那我们当然的流程也就是有破冰啊 如果有新朋友来或是比较新的会员啊 给他们机会来跟我们分享更认识他们啊 敬拜赞美啊 主日信息摘要 然后我们可以分一下小小组啊 我们的小小组大概是三到五个人啊 再一起分享分享以后呢 我们就还有一个派每个小小组派一个人回来 来跟这个大的组分享 那这这一方面也是给更多人的机会来服事啊 因为每个小小组都要有一个人来主持 都要有一个人带领祷告 都要有一个人来回来讲他们小小组的总结 那这个最右边大家都很粉明 这就是牧师预备的主日的信息的大纲 下一张 那我们也是啊 不但有小组聚会 当然是鼓励每个人都啊 在主日崇拜啊 鼓励每一个人都去主日学啊 也参加了承导啊 周三的祷告会啊 也有弟兄姐妹参加 inter-CP宣教的意向学校啊 我们自己小组呢 每个礼拜也有一次啊 在电话上啊 祷告啊 我们每一个成员呢 大部分都有在有一个两到三人的祷告伙伴啊 他们这个小组就是会定期在一起祷告 那我们也有这个三到五人的小小分享小组 那我们会每周在一起读经分享祷告 人流主持啊 那强调这个新朋友能够容易啊 也是强调分享啊 不是讲座啊 也是啊 one way to raise the new leaders啊 培养这个更多的带领者跟给更多人有机会来服事来带领 下一张 那我们有一些传福音的事工呢 我们会一起去践行啊 我们现在也在网上有个英文班 那以前呢 我们也支持啊 我们的插花班 排舞班 我们有一个姐妹很有爱心 她也 Celeste donation 给我们社区有一个shelter 那也有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孩子们参加这个跨文化或是海外的宣教 那我们有个牧道友的名单啊 叫我们叫这个Bless的名单啊 牧师以前有给我们一个一个这个Bless的粉红色的小卡片啊 就是为这个牧道友怎么样去祷告 那我们如果这个牧道友呢 得救以后呢 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不同的颜色啊 那绿色呢 就是好像他比较可牧 那黄色的呢 就是更需要更多的跟进啊 那我们今年呢 其实已经开始啊 我们觉得我们要更有条理的来 整理这个牧道友的名单啊 更多的为牧道友祷告 那我们现在在小组里呢 就像牧师每一次都为卫德之名祷告 那我们现在在小组也每个礼拜要轮流为这个卫德着的牧道友来祷告啊 小组一起为他们祷告 然后也许这一周就把这个名字变成我们小组的祷告的这个牧道友啊 我们也要更安排啊 让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啊 是一个爱的这种小组关系 那他们的小组也准备可以再分小组了 其实我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同工都尽心尽力的服侍组都做得非常的好啊 那我们接下来请家音团契的仲凯弟兄跟我们分享新的成效评估表 谢谢葛师母啊 邀请我来做这个 做这个成效评估表